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陈柏伟 带来关心新北市淡水北海岸的重要消息 新北市在金山举办了 金山都市计划实地重化的说明会 不过在现场就有居民痛骂 都市计划根本没有落实 让它权益损失了40年 而今后抛出重化根本就是在草地皮 今天上午在金山区中山堂 由新北市政府城乡发展局 举办一场金山都市计划实地重化说明会 而城乡局表示 这一场说明会当中 市府规划三个单元区 分别是A区金山中华路西侧的住宅区 约两公顷 而B区则是金美国小南侧 以及西区市民生路与中山路 还有中心路所夹的三角形 约3.7公顷 都将依照都市计划的需求 划设公园用地道路 以及停车场用地 而这些公设都占各区的走面积37% 今天办说明会 主要帮我们的规划草案 跟这些乡亲做一个说明 然后他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报给我们 既次要给我们就会提报到 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做审议 那这个案子程序上 他还要经过适度会 然后到内政部同意以后 就可以发布实施 不过今天在说明会的现场 住在西区既有建筑物的居民就表示 他们的房子在民国62年 曾被都市计划设为机关用地 除了无法建设翻修 当时向县政府申诉也都没有下文 对于这一次的都市计划 适地重划 林先生痛批 政府忽视居民的权益 62年10月5号 我们的家园被划为机关用地之后 涉陷于土地分岐管制要点 再也无法发展 无法整建 现今各机关以就地重建完成 无需再有机关用地之明 请让受害40几人的核化房屋 核化房屋 受害40几人的核化房屋 还民 还民以都市计划 重划前的商业期 应有的潜力 我们目前的草案的规定是 要捐45%的土地 你不捐土地就可以用贷金的方式 那贷金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要请雇价公司三家去估价 那估价的价格不能低于 当时的公告限制的1.4倍 林先生表示在这40年来 他们的房子为机关用地限制多 而这一次的都市计划 有机会化为住宅区 但是却必须依法捐出地主 45%的土地 要不然就得依土地估价缴钱 让居民认为非常不公平 等于是拨两层皮 我要强调是说 我身边五六十名 这次给我帮我 我不用参加给你重划 你应该还入还前一名 这是最基本的嘛 好 那么你刚才又说 一定要照这个重划 这个规则来做 那你今天就不用跟我讲了嘛 你如果说 照着这个条件来讲的话 你今天不用的收明会 今天的收明会等于零 今天我们的土地价位 对六十年离卫定之后 这个三通检讨到今年二月十三号 才开始公共十四 里面当然有很多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可以就这次这个中卫 将这些问题来徹底改管 这个部分 我们来拜托政府的城乡局和地政局 我们要大大地给我们重视 新北市城乡局表示 目前这项计划草案 还得送交都市计划委员会 审议通过之后 才会送到行政院公告实施 不过对于这项计划案 除了能够将金山的都市发展规划得更完善之外 民众也希望市政府要重视居民的居住权益 记得去团义金山采访报道